杭州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相信大家是再熟悉不过 但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呢也经常会遇到无车可借或者是停车位已满 还不进车的情况 今天全国首个公共自行车立体停车库正是在杭州火车东站上线 它的出现呢或许会大大减少类似的麻烦 为杭州火车东站东广场附近的全新炸机式公共自行车租换系统 有着占地少容量大方便调度等特点 自行车放置的数量将不再局限于停车庄的数量 可百分之百利用停车场的有效面积 大大节约了场地成本同时有较大的存放量 我就来看到的是整个立体停车库非常方便的一点 首先是它下方的整个空间是可以挪动的 比如说现在车辆排得非常满 你没有地方停车位了 那么把这个车轻轻一推 我们就会看到下方就会空出一大块区域来 那么我们的自行车就能够停上去了 那么如果下面没有停车空间了 那么还可以将上方的车辆拉下来 就要掰动一下这个黑色的小球 然后这个车锁住之后就可以推走借走了 那么如果下方空间没有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再提升到上部的空间 也是拉下黑色的小球松手之后 它一个非常缓慢的这个力度 就可以把车推回到原位了 非常的方便也节省空间 炸机是公共自行车租换系统采用入口出口双通道设计 提高了站点的负载能力 有效解决短时高峰租环 选定自行车后将自行车的锁头靠近炸机的感应器 同时刷卡 炸门打开就意味着租车成功了 还车也是同样的方便 进入还车通道 刷卡还车 将车停入指定区域 今年以来 杭州不断提升公共自行车服务品质 推进公共自行车步点和车辆更新工作 今年新增扩容公共自行车服务点80处 更新公共自行车1万辆 目前杭州全市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网点 已经达到了3626处 共有8.41万辆公共自行车 记者郑国求证砍报道 推进是1万辆公共自行车 证砍报道 配方 赚